詞曲 芬娟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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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傷到最嚴重的那個14年那一次 那一次真的我承受不了那種打擊 對啊 因為那種打擊 除了說第一我沒辦法好好選 第二我連比賽都沒有把握好 但是大家是給我很大的期待 那天比完決賽之後回去 其實我是有去找我們協會那時候的 就是現在那個什麼 陳嘉遠 陳老師 可能吃大的那個余智宇老師 一直跟他們在抱怨 一直在說不公平 但是他們就只有給我一個想法 就說如果你要一直秉持著這種想法 那你一輩子都大概就是這樣 人穿亞院決賽下來之後 其實我好像醒 就醒了說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 反正我曾經拿到有時候在訓練上 再去看這些事情看這些傷 那也沒關係 我也是說如果真的改變不了現狀 那就先從改變你自己開始 你如果能挑戰成功 那大家其實對你 就只是開心跟欣慰 就是一個不變的劇情 那如果你能選擇挑戰失敗 而且是挑戰多次失敗 我覺得到最後 訓練只是一種享受其中 再一點是這個課題給我 到底是給我什麼 我如果去學習 如果去解析我目前所遇到的狀況 甚至我知道很多人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問題是這個期待真的符合我 我是可以把這些期待轉移到別人 那可不可以鼓勵誰去得到 因為如果能代表我們這些人去比賽 有成績也是對台灣一個貢獻 其實挑戰過很多失敗才能比挑戰成功 更有那種想法跟經驗 為什麼我失敗 那我失敗 那以後有人來問我 他想要挑戰這個關卡 或這一道門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不失敗 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學弟們優秀的人才背出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推出來把經驗留給他們 讓他們去再挑戰更高難度